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恭喜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些近日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目的是 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真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评一些事情 政府机构或者某人某事对的处理的不妥的地方 大家大闹一餐 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些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浪去密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我们都时不时会和大家分享 我们最近看到一些好的资料 好的书籍 或者好的网站或者有些好的电影 希望我们从那些资料里面 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学到一些什么的道理 是可以应用在香港 帮助我们可以了解香港的问题 还有建议我们作为香港人 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做到一些什么呢 是令到这个问题可以真正解决得到的 如果你是当事人你自己会怎样做呢 我们希望大家听众有机会可以打电话和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就是23854492 电话号码是23854492 或者你可以用ICQ的方法留言给我们 或者写一些资料给我们 ICQ的号码是308084705 ICQ的号码是308084705 好了今晚和我一起做这个节目 有金铭盈先生和马国辉 大家好 OK 那我们今天会讲些什么题目 我们洗肠嘛 其实洗肠我们以前都讲过一下 对啊 讲过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跟着又重复来讲回这个题目呢 其实我们以前呢 我们只不过是得到一些传媒报道的资料 直至我最近呢 我们就有个朋友就将那个选择月行 其实10月份 就是消费会那份 消费会有一篇文章的 那原来呢 他就将原文呢 就是给我看 那我看 我知道原来呢 整件事是这样写出来的 那当时呢 原来消费者呢 就是自己刊登了这篇文章之后 那他自己呢 也都去大事记者消贷会 来说传一下 那所以我也想看一下 就是我们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其实很多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来到看一下和讨论一下 那因为始终呢 消费这个这个刊物呢 香港人出了很多钱的 每年成六千几亿 成成几千亿来到 六千几万 所以六千几万 那来到支持这篇刊物的 那就是可以说呢 那我们消费者呢 是差不多呢 是支持这篇这样的刊物 那就是供应机构嘛 是的 那所以我们都应该知道啦 就是如果既然用那么多钱下去呢 那我们都很希望呢 看看他的报导啊 过去的那些文章的质素啊 那很可惜我过去 就是没什么机会下看这篇刊物的 那直至到这件事出现了之后啦 那我就有人将这个文章给我看 那我看啊 原来是这样写啊 那我相信呢 那香港人看这份刊物的人不多的 是吧 那或者我们应该呢 是先讲讲一下 就是到底这篇文章是怎样写的呢 啊 Doctor 我要在你讲之前呢 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消费会呢 今天他又 就是有开PASS conference 嗯 啊 整天开PASS conference 他就是 有些什么好事 很多东西公布的 是啊 那有些 就是说那些聖诞灯式 就是会火烛那些 那些算了 哦 ok 那么呢 他呢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是讲那些 呃 清洗蔬果农药那些清洁剂呢 他说呢 就 没有中文的显示 就是没有中文的说明 哦 ok 还有呢 就没有用了 哦 因为他没有中文的说明 我一听就是这样了 因为他没有中文的说明 还有呢 他说呢 哎 不用的了 就这样 就这样冲一下就行了的了 那些水果 哪需要用这些的啊 还有呢 那些 那些他虽然声称说 用天然的物料做而已 但是呢 那些水果表面粒粒粒粒呢 他可能呢 就算冲呢 你可能都会有些 就是会积存在那里的 那样 洗不脱的啊 洗不脱的啊 那通常拿些水果擦的嘛 我们香港人不懂的嘛 都叫水果擦的嘛 那通常洗水果 你用什么的清洁剂都好啦 那通常我们用水果擦擦擦擦那些皮的嘛 那我就 所以 那些都卖得到的了 是啊 所以我又想回应一下他呢 就是呢 他就 我觉得消委会呢 就不要侮辱香港人的教育程度啦 是啊 是啊 就是当我们不懂英文啦 那可能呢 可能就是我们教育失败啦 我们经常失败啦 就是 Doctor 都是我们不好啦 经常指责教育失败 那么失败到要他要 要这样叫我们不要啦 不要用啦 因为没有中文说明书 很多很多日本的那些产品 只是写日文 不要讲英文 很多人都照买的 那很多西药 有没有搞过西药的 是什么名字 有没有 有没有的 有没有中文写的 没有的 没有的 那叫你们不要吃西药啦 是不是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我所知我所有病人给他看西药 我从来没见到中文写在里面 是啊 那不知为什么呢 不知为什么 就是 又是自然医疗那些东西 是自然的工具是不妥了 是的 消费者委员会背后有什么的承认 背后有什么的背景 应该都应该去探讨一下 是啊 所以 看看你们会有这样的逻辑 这个很重要的 是啊 西药他也不需要 可能呢 可能 可能 不是啊 他有这样的逻辑 可能 或者 他开给你那个人呢 就是那个医生呢 他懂的嘛 你不用懂的啦 这样 要么就这样而已 就是有没有用我们的智慧 就是我想问一下都不行的 那日本的水货不是全部不用用吗 那些全部都没有中文的哦 应该日本要就是就是收工的 他们他们不用不用英文 不成的哦 是啊 不成的 日本文化都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香港人读翻书的嘛 是不是 香港中文大学都是用英文教授的 香港大学都是用英文教授的 回归之前 是的 大部分都用英文的 糟了 那如果英文那么不妥的 香港人原来那么不懂的 我想 不过 思维会应该给多些信心 一些市民 要让他们自己选择 因为他们也叫做选择月刊嘛 是啊 那问题就是 我现在在互联网那里 看见这篇 消委会的press comment 我读一次 读一下 我读一次给你听 消委会的 消委会指出 这个是引述 这一篇 是明报的 明报的 市面有售的 蔬菜清洁剂 未必可以洗掉 蔬果上的农药 反而可能将清洁剂吃下 建议只用清水清洗 那 还有呢 消委会参考 专家的意见后 提醒市民 无需使用 声清可去除农药和细菌的 蔬果 专用的清洁剂 因为呢 因为蔬果的表面呢 有很多细控 就是刚才我说的 清洁剂呢 清洁剂的化学物 可能滲入 即使声称使用天然材料制成 但反而可能会令人以为 吃下残留的清洁剂 也不打紧 食物安全中心呢 认为本地出售的蔬果 清洁剂配方不一 也未有证据证实 比水更有效去除 不同蔬果表面的残留 农药和微生物 消委会见市民呢 都是用刷子 流动的清水洗 就不要用这些了 那用它是否证实 用了这个是无效呢 他这么说科学的嘛 他有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的证实 证实用这个是无效的呢 没有啊 没有啊 这样啊 那不是讲科学吗 不是啊 他说科学 科学不是两面都要讲科学吗 不是只是一面而已 他是不是做过研究 证实了是做了无效呢 结果上来讲一下 是啊 很怪的 很怪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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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一点都不行啊 蠢一点都不明白啊 不要介意啊 这阵子 这阵子是粗一点 为什么他有没有做过 原来科学的研究 证实用系都是没有用的呢 结果都没有啊 他讲这些东西也没有科学根据 是吧 没有啊 他讲这些东西也是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一个 普通人的 不是啦 我和他想起了 是啊 不如因为呢 这些这样的去除农药呢 你洗了出来 用在水 农药反而更厉害 你吃了 不如这样啦 不如这样讲啦 我教你啦 那一般的 一般的 我知道呢 应用的做法呢 任何用什么都好 第一用肥皂洗手 你都是时候呢 你用清水洗的 你用化学的清洁剂也好 天然的清洁剂也好 其实最后你都是 个个人都这样叫你 拿水果擦 擦干净它 最后用清水洗洗的 从来没有人叫你 中泥 就是真的口食 我不知道有 哪间公司的产品 是这样的指示 那你当然是冲洗一下它 那就是 我们讲科学科学 我记得 前一段时间在SARS期间 我们经常叫人 拿些 拿些药水洗手 是吧 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 另外一样东西 经常有很多电梯走散 这样消毒药水 消毒酒精 是啊 其实在我过去已经做过研究 发现这件事 根本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效的 自己用那些肥皂洗手 是反而一样那么好 这个有科学证实的 反而更危害 是的 是的 这些发学东西更危害的身体 更搞坏你身体的皮肤里面 那你不如拿些普通肥皂洗手 效果更好 那他不说 这个是外国已经证实了 科学证实了 但他从来没有叫人这样去做 叫人继续用这些发学东西 去到电梯又滴一滴 那可能卫生署说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那科学说过什么 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 没有的 卫生署就是真理 是的 选择月刊很多时候都会将这些东西 扔回卫生署 是很选择性报道的 是的 很选择性 很选择性报道 还有呢 袁医生 我又要说 譬如现在选择月刊这一篇 胡乱洗腸危害健康 我就看到一个point 是 他经常问医学专家的意见 中医学会又征诚过 就是说 拿到社会地位呢 就埋堆了 是 永远就是 那为什么不问一下 袁医生呢 应该是你引入这个洗腸 就是这样的 马国辉先讲讲这篇内容 因为 其实我相信 看选择的人真的很少 这篇文章更加少人看的 所以内容是怎样呢 马国辉你稍微详细讲一讲 他这篇文章 什么标题是怎样的 标题是挺大的字 第一就是 胡乱洗腸危害健康 他说 不少人认为坊间的洗腸 可以排毒减肥预防疾病 或者解决便秘的问题 但是中西医学专家 并不赞同 中西医学 对 表示 不必要地以液体擴张长度 刺激排便干扰腸的自然收缩能力 长远对长度的愚动 是有不良影响的 然后最重要的这句 就是 患可能引发併法症 消费者尝试前要三思 那篇文章 这是大题 是的 开场白 然后他很简单说了 什么是洗腸 然后追溯 这是欧美流行很多年的治疗法 其中一种 不是属于正统的医学范围 正统就是西医 然后他也说回历史 其实已经是数千年前 古埃及时 已经有纪录 是有人用的了 他又说大约有两种 两种方法 一个开放式 一个封闭式的洗腸 而开放式就是自己做的 然后封闭式就是有个管场的 专业人士 和你负责的 然后他又开始就 说他在上两个月 7月到8月的时候 就从8间的洗腸中心 和互联网站 或者宣传单章那里 就收集了一些资料 然后就概括了 有些subhandings 就是很多问号 比如这样 功效林林种种 这是一个问号 然后他就说 洗腸说有很多保健功效 比如改善皮肤 减肥 清除毒素 解决便秘 或者缩便 预防疾病 防癌 种种 然后他就说 就是告诉你 这样的功效 然后他就说 加咖啡 抽饮都可以 因为他说有些洗腸的中心 可以同时提供 是加入一些咖啡 或者臭氧的洗腸療程 然后他又说次数的问题 就是他也都询问过 这些洗腸中心 他就说 第10 和10至12次的洗腸 最为重要 最好就在6至8个星期内完成 最多起步就可以这样做 是 之后可能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1至4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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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进行 是 然后 接着说 规管 这个就是洗腸 他就将收集到的资料 交给卫生处審客 查询本港法例监管的情况 然后他提到的结果 是没有法定监管的 因为这个洗腸疗法 并不属于正统的西方医学 是 OK 这样他也都说 那个洗腸疗器 未有列于卫生署的表列名单里面 就是这个疗器 基本上是不需要政府去批准才可以买你去用的 是 这个我想他也是其中几重要的一点来的 是 跟着也是 黎牌 医学专家的意见 他就说 他还有说 什么软腸治疗师 声称 声称 他用这个字 声称 那别人有没有 你不就去查一下 别人有没有 不用声不声称 是又是又不是又不是 他说声称 这样 就是有一个国际的 软腸水疗协会 软腸水疗协会 认可知力 没错 那卫生署表示 他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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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没问题 OK 接着就是说医学专家的意见 他找了很多医生 他有第一个 医学专家 医学专家 看看先 其中一个医学专家 就是有个何卫朱医生 香港长卫学会名誉秘书 何卫朱医生 表示没有科学和医学的证据支持洗腸可以维持身体健康 他们普遍认证 他们普遍认为有关的声称缺乏科学和医学 没错 都是好像 每次都有见到这几个字 普遍认为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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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应该协助排便 而将液体灌进大肠 令其扩张 可能会对将来有不良的影响 另外他就说 热咖啡臭氧洗腸 就未知有没有风险 因为他说 又是讲长远的问题 如果你不会这样用 你长远会不会有问题 他又是不知道 有没有证据 或显示他 是没有问题的 也都说 他曾经 就是 有些case 就是说 影响到 直腸 出现了问题 这样说 另外他就说 另外访问另一个医生 叫陈安安医生 他是什么人 香港大学内科学系 腸胃病科 名誉临床医学副教授 真是多长 他说 有关洗腸的保健声称 大多数是误导和失实的 例如 改善皮肤、减肥、排毒、预防疾病 或者防癌等等 都是误导的 即不是真的 没有人做到这件事 而感觉这方面改善 肯定到的 是的 而洗腸是否能减 轻便秘的问题 則有助进一步的医学研究 即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未有 真凭实据 一定可以 但也没有说不行 另外 他又举了一些外国洗腸之后 出现的感染 一个 判断 判断 是一个 判断 判断 然后 便出现了一些背痛 又是麻痹 疼痛 然後就說原來那個女子之前洗過腸,結論就是大範圍的膿腸裡面很可能是洗腸期間腸內的細菌性逆位所指。 然後最重要這句就是那個女子接受了手術排龍和藥物治療之後就逐漸康復了,就是經過西醫的悉心治療之後就康復了。 另外到中醫學會,因為現在中西醫也有找的,中醫學會有個副會長黎兆環醫師也表示, 隨便或經常從肛門灌注水份進去都不是正常生理可以接受的。 就建議這個人工排便,消費者就要食開而止。 而且要改善這個便秘應該是努力養成良好牌面習慣和注意飲食這樣說。 然後其實他的篇幅很大,就是醫學界的意見。 但是到了業界的意見的時候呢, 所謂業界是哪個業界呢? 其實他沒有說名的業界。 他找到哪個人說呢? 他沒有一個人,他訪問哪個機構? 註冊自然療法大中華醫學會,回覆。 他沒有人嗎? 為什麼中醫也有人,西醫也有人。 但是這間是甚麼公司? 註冊綜合療法醫學會和註冊自然療法大中華醫學會查詢? 這是甚麼機構? 這個他又沒有特別說的。 他說這個會和洗腸的課程是服務完全無關的。 故事就沒有甚麼意見了。 他說這個他們都沒有做。 這是甚麼業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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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說他根本不懂洗腸, 他就說這是業界。 另外他就說各地都沒有立法規管的。 這方面, 他要總結都是那樣東西的。 他從醫學的角度來看, 洗腸仍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 有其聲稱的功效和益處, 但其潛在的風險卻不容忽視。 洗腸在本港並沒有特別法律監管, 對於滿腸師的質素以至洗腸儀器, 設施的監控也全有漏洞, 那種肉洗腸人士就要三思。 其實他又不是選擇的, 他已經跟你做了一個結論。 即是他找到這間所謂業界的人士, 這間業界的人士不知是誰, 有一間這樣的學會, 但這個學會的人根本不懂得洗腸, 所以他就沒有甚麼意見。 那袁醫生, 我的理解很簡單, 他為何會這樣呢? 即是說, 洗腸一開始就說, 洗腸是自然療化一種, 那他就在後面加插多一段, 那他有問的, 不過他就沒有, 即是這個意思而已。 即是他有問, 西醫界, 中醫, 中醫又問, 找一個所謂業界人士, 而這三個被訪問的人, 都從來沒有做過洗腸, 也沒有讀過洗腸, 也都對, 可以說他做的事, 從來不認識, 為什麼他成為洗腸專家的意見呢? 我都很奇怪。 那又不問你呢? 那為什麼呢? 我都想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這間機構, 這間註冊自然醫療學會, 自然療法學會, 那個發言人, 當時接受他的訪問, 就跟他說, 即是我們就沒有不教洗腸, 我也不認識的, 所以呢, 你應該就找袁大明醫生, 他這樣建議他的, 你要知道洗腸, 為什麼不找一個, 是把洗腸帶來東南亞, 這個是一個鼻祖來的, 你要科學資料, 他一定會有, 那為什麼他, 即是他建議他來, 找袁大明醫生, 但他就沒有了, 那可能鬼見仇, 不是, 有一種很簡單, 我有朋友, 分析我問, 我有朋友, 他說, 他們喜歡向那些, 去那些和尚借疏, 他就去, 去找那些和尚借疏, 他明知人家沒有, 他就去問人家, 即是他想已經有個特定立場, 有的, 那你要科學資料, 我相信, 袁醫生一定會有的, 他將碗腸帶來整個亞洲, 整個亞洲的排毒這個概念, 都是這個中心, 我們的中心開始的, 為什麼從來不會問我們一聲呢? 沒有的, 他要資料大把, 好, 那我由頭開始, 看看他這篇文章有什麼問題, 第一, 我要補充, 他這篇文章, 其實都有幾大影響, 自從那次開職場, 即是, 即是, 我太太, 跟朋友吃飯, 她說, 不要啊, 危險啊, 性病啊, 是, 你又侮辱, 即是, 那些人呢, 不知習慣了, 即是被人侮辱智慧, 侮辱到, 都沒有什麼子尊,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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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很多時候, 香港有很多時候, 是, 香港有很多時候, 是, 香港有很多時候, 互亂去接受醫療的, 無謂的手術開刀, 互亂去吃西藥, 甚至, 互亂祈禱, 都會危害, 即是, 這篇文章,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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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亂去被醫生開刀, 互亂接受醫療檢查, 互亂去吃藥, 他又不寫的, 他又不寫的, 那都是危險的, 那這句話, 其實, 跟沒有說, 有什麼大分別呢? 好了, 那到底, 有沒有人互亂, 香港有沒有人互亂去洗腸呢? 即是, 他整篇文章, 有沒有說, 誰去互亂洗腸呢? 什麼叫, 互亂洗腸呢? 即是, 他完全都沒有提, 互說八道就有, 他又想你, 只是, 不要前面那兩個字, 那些人不會看前面那兩個字, 即是, 互亂洗腸呢? 那是, 互亂做什麼, 真是危險的, 死在西弱方面, 不是互亂, 正確的開刀手術, 美國成二十幾萬人, 二十四萬人, 不是互亂, 是正正式式的, 合規格的醫生, 容許我批評, 選債月刊, 他們寫的文章, 我請我班人, 那些質素就有些問題, 你有沒有感覺, 即是, 他這邊文章, 那些手法, 好像香港那些, 外面那些街邊那些, 那些月刊, 周刊, 好似的, 風格呀, 手法呀, 標題呀, 我估計, 這個寫手是, 可能跟那些公司打過工的, 一定是寫過這些周刊的人來的, ok? 即是, 這麼鬼死相似的手法, 他用的, 原來那些, 就是那些, 影射的手法呀, 說得不清不楚呀, 原來可能什麼, 可能什麼, 大致標題呀, 是的, 他一點點的, 譬如你有時去, 哪些燈彈, 或者電器漏電, 他又很科學的, 真的拿出來試, 那些我覺得就真是不錯, 他告訴你, 這些漏電, 那些不漏電, 你就自己選吧, 但很多時候, 我覺得這個案子就好像特別些, 好啦, 你說胡亂這樣, 你看看, 美國每年, 有成二十萬人, 是死在那些開刀, 不是胡亂開刀, 正正式的開刀都死在那裡, 每年, 有成二百三十四萬四千人, 是死在那些藥物, 互助用, 其實不需要胡亂吃, 都死得那麼多, 那你胡亂吃, 當然可能更多, 是吧, 誰人都知道, 胡亂做什麼, 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標題, 講過好像等於, 有什麼意思呢, 講這些話, OK, 還有, 胡亂洗腸, 什麼叫胡亂洗腸, 我覺得奇怪, 如果他這個說法, 成為胡亂洗腸, 那個人都挺有錢的, 你要記住, 不命啊, 你真是, 一日八次, 會多些, 我想, 那些人死在癌症的時候, 醫療費用都挺貴的, 即, 有沒有人洗腸洗到, 認到國家的醫療破產, 有沒有, 有沒有人洗腸洗到自己的傾家蕩產, 有沒有, 你懂不懂, 我當你日日洗, 都不會傾家蕩產, 你認識一個人, 是因為洗腸洗到, 然後破產產, 有沒有, 你認識嗎, 我就沒有了, 我也沒有認識過, 我們做得這麼多, 有啊, 打個電話給你, 在美國華爾街雜誌已經, 好得而是已經報告了, 美國導致私人破產,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醫療費用, 當然, 我們可以有時間, 就去個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 我剛才討論過了, 那個本身的標題, 已經大有問題, 這樣寫出來的, 你說它是不正確, 又不是, 就是很有趣的, 香港很多的周刊是這樣寫文章, 你去說它, 你就說不出了, 其實它真的是正確的, 亂做事當然有問題, 好, 問題就是, 它講了很多的大字標題, 中西醫學專家, 其實找了兩個人, 就說中西醫學代表, 這個姓黎的中醫, 不知道它是否代表了, 它是個人意見, 你不可以說, 兩位中西醫學專家這樣說, 可能嗎, 可能定法症, 講了很多很多問題, 跟著呢, 那個歷史, 它也提出, 至少碗腸裡面很多資料都講出, 歐美的流行已經很久了, 大家都聽過宋美玲, 宋美玲其實都有這樣的習慣, 她大概在2020年代在美國讀書, 在那時候, 我們叫做特效藥世紀之前, 其實美國那些家家戶, 都有很多這些洗腸用具, 洗腸袋, 洗腸板, 如果小朋友發燒, 不舒服, 那媽媽才會幫她做好處的洗腸, 所以我覺得宋美玲在那時候, 就已經學會了這樣的保健習慣, 她一直都保留到她死那天, 大家都知道, 蘇美玲是活到106歲, 她很健康的, 沒有什麼嚴重的病導致她死, 她一直活到106歲, 而她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她是真的保持洗腸, 天天洗的, 你有機會看她的自傳傳記有講的, 其實你說洗腸可以追溯到埃及, 然後數千年前, 其實耶穌基督在有一本書, 《平安福音》, 《平安福音》那本福音裡面, 其實都教很多保健方法, 那本書講得很清楚, 他教那些門徒, 怎樣用洗腸的方法保健, 將葫蘆掛空, 然後拿到爐匯管草, 可以將水倒入江門來洗腸, 他也教了門徒, 一個田園式的生活, 吃天然的食物, 怎樣配合食物, 怎樣配合食物, 配搭得好些, 以及怎樣用斷食的方法醫病, 其實可以這樣說, 自然醫療所講的, 其實就是耶穌基督所教的, 即是香港基督徒, 或者天主教徒, 都應該跟隨的, 不跟隨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 看那本所謂正統聖經, 沒有的嘛, 是啊, 那本《平安福音》, 其實都超過百萬本, 全世界很流行的, 只是天主教和基督徒, 香港的基督徒沒有看的, 是啊, 反而是非基督徒看的, 非基督徒, 我們就, 有時問我, 你是否基督徒, 我說, 看你基督徒的定義, 是不是? 如果你說, 做耶穌基督叫我做的事, 我就是真的做的, 我是真正的基督徒, 那時候我不是說, 他只會去教會那些基督徒, 或者受洗, 叫做基督徒, 好了, 再看幾個資料, 其中一個規管情況, 其實這是重心來的, 香港人大家都要了解, 其實他背後有個動機, 寫這一篇文章, 即是說, 既然碗腸水療, 不是正統的西方醫學, 衛生署的回應, 所以他們並不認識, 他們自己都很坦白承認, 香港也沒有什麼特定的法例, 規管洗腸, 亦都還沒列在洗腸的表列名單, 醫療儀器的表列名單, 其實事實上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是沒有一個法例, 說醫學儀器一定要註冊, 所以其實是一種自願式的, 接著訪問很多醫學專家的意見, 他們普遍認為, 有關的聲稱是缺乏科學和醫學的根據, 並不足信, 即是普遍認為, 普遍認為, 其實他也很好笑, 其實他寫的文章很厲害, 有時候我研究很多外面的周刊文章, 寫到那個字架很懂得寫的, 他普遍認為, 他沒有證實了, 即是我們起碼香港, 如果懂得看文章的人, 你應該看到, 其實他絕對沒有任何證據, 證實是使出是無效的, 但他有一個引導性, 令你以為他是無效的, 即是有一種說法, 即是, 即是, absence of proof is not the proof of absence, 怎樣翻譯? absence of proof is not proof of absence, 即是, 沒有證據顯示不代表, 你沒有見到證據, 你沒有見到證據, 不是代表證實它是不存在的, 即是, 即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本的邏輯, 即是, 很多人都不了解的, 即是, 他說我沒有見到證據, 但不是代表你證實它是沒有證據, 知道嗎? 其實他只是說來說這件事, 我們普遍認為沒有, 但是他不知道, 因為始終他們不是洗腸的人士, 包括他訪問有一個中醫界的人士, 這個人其實很明顯, 據我所知, 他中醫也沒有學洗腸, 你去找一個中醫界的人士, 對洗腸有並不認識的人, 他說一樣很有趣的, 他說, 隨便或者經常從肝門灌水灌注, 都不是正常, 身理可以接受的, 即是你經常去做這些, 都不是身理可以正常, 即是很多人經常這樣說, 即是, 洗腸其實都是, 即是自然界, 沒有人, 動物不會做這件事, 即是一個很不自然的做法, 我有時都很質疑, 每天拿一隻牙刷去刷牙, 是否自然界很多動物會做這件事呢? 即是是一種自然的事呢? 即是自然的人會這樣做呢? 這是一個中醫講的, 這是一個中醫講的, 一個林昭環醫師, 那我就覺得他們, 即是, 即是, 我對他們有些, 即是, 問題咯, 現在是不是真的埋了一堆呢?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入侵性的, 用些針刺一下身體這樣, 那又怎樣呢? 都違反的咯, 是否違反咯? 如果以它, 那如果將那些, 那是否中醫就甘得呢? 那射到你的身體那裡, 即是, 即是最簡單的, 即是我們, 我們拿些, 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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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些牙膏來拆牙, 那這樣, 那這些是一個, 即是, 你說不自然的東西, 即是自然界的生物不做這件事, 自然界動物不做這件事, 自然界動物不做這件事, 自然界動物都不會拆牙的, 即是, 即是, 這一段, 在九十年代, 中大曾經出過兩篇文章, 就說, 針灸呢, 是沒有效的, 對於, 中風, 和心臟命, 那當時中醫是未被規管的, 即是未有註冊制度, 都不是九十年代, 很接近的, 是啊, 九幾年, 三四年前, 不是九幾年那一陣, 是嗎? 那, 中大醫學院, 有個, 做了一兩年, 對於針灸那些, 又說, 沒有科學根據, 那當時, 又是這樣, 覺得中醫很委屈, 現在不是了, 現在, 入了建制了, 就說, 不要了, 這些是入侵性的, 自己找針刺的時候, 不是這樣說的, 現在, 現在, 現在就是這樣說的, 即是, 即是, 我想讀聽眾了解, 即是, 這些一次又一次發生的, 當自己是, 不是建制的時候, 就, 又是這樣, 站在群眾那裏, 消費者那裏, 一入了建制, 就與民為敵了, 即是好像民進黨那樣, 是嗎? 類似的, 實際變化, 好, Dr.繼續, 即是, 你可以看到, 即是一個, 這樣的講法, 我經常都聽到的, 不自然的, 反自然的, 我相信, 你吃那些, 有副作用這麼厲害的藥, 都是一種反自然的, 是吧? 最簡單就是, 我們拆牙, 洗臉, 可以這樣說, 即是, 自然家的動物不會先拆牙, 是吧? 為什麼我每天都要拆牙, 定時去洗牙呢? 這是什麼自然的生理現象呢? 是的, 又買一支飲品, 又買一支飲品, 插一條喉下去, 好了, 你想一下, 其實我們口腔和江門, 那三十多呎的食度長度, 其實是同一條管, 你想一下, 你說, 你上面那個乾淨呢, 還是下面那個乾淨, 或者是哪個最髒呢? 那條管的下面, 還是上面比較髒呢? 我們在上面最乾淨的地方, 就經常去拆牙, 做很多事情, 但最髒的地方, 我們就, 認為不用理它, 不用清潔它, 不用做好些事情, 可以幫助它, 排得乾淨一些, 或者令它好一些, 那你看一下, 我們香港現在的, 原來的癌症, 最多的癌症是哪一類? 直腸癌是第二大殺手, 可以這樣說, 在四年之後, 就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男女也是, 還有香港是全亞洲的直腸癌, 直腸癌是最高, 是八個人, 八個腸癌有一個, 我認識很多, 我認識很多人都說便秘的, 那便秘不要說, 可能這個情況, 看你怎樣定義, 有些醫生認為, 然後一個星期, 兩三次都是正常的, 沒得說, 但是最簡單, 就是用我們的常理想想, 為什麼我們的腸癌那麼嚴重呢? 為什麼我又不見口腔癌那麼嚴重呢? 我們懂得去刷牙, 當你刷牙, 令口腔乾淨一些, 但是我們最髒的地方, 就是從來不理它, 你看到結果就是, 腸癌已經成為第二大殺手, 四年之內, 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我們用這個最簡單的常理去推測一下, 定時來清潔一下, 那個最髒的地方, 會不會對腸癌方面有預防作用呢? 即是大家用常理, 即是不需要什麼都要科學證實,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做很多事情, 有多少事情是真正有科學證實的呢? 再說回西醫界做的事情, 我們經常提及, 我們經常以為西醫界做的事情, 是很有科學根據的, 八成, 八成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是87個% Cademy of Science 87個% 是沒有科學證實的, 即是玩這些科學遊戲, 即是這些雙重標準, 在這裡騙人, 香港人不要只說懶科學科學, 用基本的常理去想想, 不是呀, 我又要引述一下, 上星期盧永樂說, 即是盧永樂說的, 他說, 喂, 你都要, 即是想一下, 你問那個醫生, 你都要想一下, 他講的東西一定是對的, 即是我們都要有批判能力, 就不是醫生講的一定是對的, 是不是呢? 讀了幾年書, 有什麼那麼大把呢? 說真的, 對不對? 因為你普遍的社會對, 穿著一些醫生袍的人, 是特別有個敬畏的心, 即是現在就好一點了, 你看看漁語場片, 即是六十年代, 那些片, 有個醫生下進來, 每個人都好像見到個神一樣, 不會再去批判他, 說你這樣說, 不會, 但現在開始其實已經好一點了, 我覺得這個社會, 應該開始有個, 好一點了, 有個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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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吧, 那, 即是, 即是, 一次又一次, 你看回那個文章那裡, 其實呢, 我們剛才, 在他當時訪問了, 訪問了那個, 有間自然療法的機構那裡, 跟著呢, 他們都提出的, 他說, 如果你們去那個, 那裡去搜查, 即是一個, 一個網上的, 即是, 其實這個是, 即是, 很多醫學雜誌的資料, 基本上, 是扔掉這個, 一個很龐大的醫學文獻來的, 他說呢, 他說, 雖然美國, 每天全球呢, 有很多地方的人進行洗腸, 在印度, 那個, 洗腸是一個基礎的醫療來的, OK, 我曾經去印度, 見過他們那些, 那些醫院, 療養院, 他一定有洗腸, 這個是一個, 印度的一個傳統醫療的一種手法, 是, 可惜香港中醫, 中國中醫沒有這樣, 即是我們喝涼茶那樣, 那好了, 他的醫學文獻, MADLINE, 他說呢, 在每天全球, 那麼多地方進行洗腸的措施, 一定是很大的, 但是呢, 在MADLINE, 醫學文獻裡面, 是只有兩個, 不良的個案, 那, 那, 這個是自己的選擇雜誌, 自己寫出來的資料, 對不對? 那你說危險, 那當然, 當然世界上, 什麼都有可能性, 有危險, 就是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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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車, 你走過馬路, 都有危險性, 那最重要是看, 就是那個危險的程度, 是多危險呢? 沒錯, 那別人查了MADLINE, 就是一個這麼龐大的, 醫學文獻, 那個網上的資料, 將數以百計的, 醫學的那些雜誌的資料, 丟掉下去, 找到什麼呢? 只找到兩宗, 好, 那, 基本上, 你去想, 如果你, 那麼多人做洗腸, 而, 醫學文獻上, 只找到兩宗, 所謂不良的個案, 那, 這個洗腸, 會應該是成為一種危險的, 或是最安全的醫療, 就是, 你覺得這些文獻應該是, 是, 是一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醫療手法, 即是, 你既然知道, 那麼多, 萬萬個的個案裏面, 只能夠找到兩宗有問題的, 出過事的, 那, 那, 結論是, 滿腸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醫療的程序, 沒錯, 就不是呢, 就危險的程序, 那麼, 這麼簡單的邏輯, 有了數據在那裏, 有了資料, 在一個科學, 醫學文獻, 這麼確實的資料, 被你查到, 你都不懂, 你的結論竟然會相反的, 是吧, 即是, 如果我, 我是大學裏面, 不要說, PhD, doctorate student, 我就叫一個普通學生, 去做一做, 做一篇, 就是論文也好, 這樣, 或者turn paper, 這樣, 那你看一下, 到底碗腸是有多危險呢, 這樣, 那這個學生, 就去那個, 那個, 那個,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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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 咦, 那這些多中, 只是出現過兩次, 那麼, 如果這個學生, 即是他們的結論應該會怎麼說呢? 他應該會怎樣說呢?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医疗 只能够这么多万宗才得两宗 其实我上次也提过 在纽西兰 纽西兰和现在最近 就有一个压力 就要将他的医疗规管跟澳洲 你知道暂时来说 纽西兰的医疗规管是很自由的 但是现在他们一个 所谓的全球化的影响之下 他们认为我们都要监管 很多自然医疗用的工具 那些步骤 还有他用草药、营养素 我们要规管他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危险的东西 那你才规管 你贪得意吗 没有东西做规管这些东西 好了 但纽西兰政府真的很有智慧 他就找一个验书官的主席 那个头头 叫他调查一下 到底在纽西兰过去 有几多人死在自然医疗里面 他就下令翻查了所有验尸报告 发现一宗都没有 从来没有人死过 发现有三宗问题 一宗有个小孩吞食过大的维他命C 就熟死了 有些人在餐厅吃尊肉 近死了 那粒丸实态太大 他就死了一宗 有一宗有个人 他本身有前年才硬的 他就吃了一种草药 在吃印度的草药 但接着他感染了一些 不明来历的肺炎 不是葛肝炎 就死了 他也证实是跟草药无关的 这是第二宗 第三宗就有派对的拼头丸 这个国家的验尸局的主管 下令把纽西兰死亡原因的资料收集出来 竟然找不到一宗 跟自然医疗用的方法 草药、维他命或者用具有关 他的结论就是 根本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来到规管他这些是简直是多余的 多此一举 他这个报告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那就是说 我们香港的卫生 那个消费者委员会 过去都不断地来到攻击自然医疗 由那个 由那个 香薰开始 激光 香薰危险 接着激光 接着去SPA洗 然后用那些水都会有感染 接着那些脚底按摩机有时 排毒机有时 按摩本身有时 基本上所有医疗都是有时的 而 如果你去医学文献查一查 真真正正有时是西医那套 我所说 每年 只是说美国一个国家 就成20万人死在那些 正式的手术开刀之下 标准医疗程序 2.4百万人死在那些药副床 从来不见选择 杂志 是讲一下这些问题的 这个完全公开的数据 而读出一个这样的个案 说一位假小姐 说她去某个中心 从来没有跟进这个中心做过什么呢 如果你说 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事 为什么香港 你不想要徹底去查一下呢 他哪间洗衫中心 提都没有提 从来不敢说过洗衫中心 为什么你不去找说哪个洗衫中心呢 如果你认为你说的是 不用怕人告你的 你胡说话 那你就会说出中心的名字 又要用假名字 假小姐 化名字 他说是假小姐 不是化名字 这个不是真的 是假的 为什么要用假名字 如果你是这样 我就告你了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弄一个中心 中心怎么去接受 是怎么做 那些是黑社会来的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总之 就说别人 就怀疑 他因为 是曾经接受过洗衫 就怀疑 他的性病 跟洗衫有关 那就是说 可不可以 跟香港人说 你去公次 你有去公次 有去公次 你有性病 你可能跟公次有关 那你不要用公次 是吧 我们知道 在香港的洗衫 大部分 都是用原一次的职调 香港人不会花时间 将这些管理去洗 就算清洗了 消毒了 都不会有事 从来没有去跟进 整大篇文章 你既然这个问题 由那边的出发点 为什么不跟随 那些假小姐 去问一问 那家洗厂中心 到底他们是怎么做洗厂呢 他们用了什么工具呢 有没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出现这些性败呢 从来 整篇文章 说都没有说 叫个人出来 才行 你用假名 谁知道你是不是 只是吹水而已 是不是 吹水不行的 不过 令我想起 这个美国入侵伊拉克 说他有大杀伤来武器 知道吗 好像是那个翻版 就是说 霸权永远都是这样 拿了藉口 说你有问题 他就踩进来 我原来没事的 不好意思 不过你已经被他打到 挂了 是啊 所以我要 好像 这个消费者委员会 都花我们 立税人都不少 不少钱 香港人都很少钱 但是名字 我就提议他改一改 帮美选择遇刊 不是的 就是消费者委员会 应该改名的 应该改名的 香港侮辱消费者联会 是 那就是在侮辱消费者 大佬啊 是不是 还要我给10元 买你这本 还有功能 应该我觉得 都是很客观的 将那些事情 摆出来 让你去选 而不是告诉你 你应该选什么 这个最重要 不断重复过去 数研以来 只是拼命来踩 然后自然医疗 那些做的东西 而西医最危险的东西 从来半句都不提 那什么选择呢 叫人怎么选择呢 不是那么 医疗很明显而已 这些根本就是打手 是 是谁打手啊 那当然是 整个医疗 有百权的打手 对不对 就是没什么的 这些 那你好了 原来他们 这个消费者委员会 他是有成124个staff的 124人的 那他在2005年 2006年 他用消费者 他的开支是6470万 6470万 那马卿 你是在银行做的 以前 你是除一除他 每个人都洗垃圾 不用了 124个人的 做了一本这样的杂志 OK 那他洗垃圾人 是6470万 那政府呢 就是资助多少呢 因为呢 他自己的杂志 那个收入呢 是300万而已 那其余的 6170万呢 就是我们纳税人 是资助他的 那资助的比率呢 是95.3% 你看一下呢 他的手法 就是写得这么像 我们一般香港的 很暢销的周刊的嘛 那为什么人家周刊 又这么暢销 就是赚这么多钱 人家几乎上到市 但是他自己呢 还要纳税人呢 资助他95.3%呢 就是我们想想想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 如果他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想去投诉呢 我们有没有地方投诉 你知不知道 我会不会投诉 有 消费者委员会 消费者委员会 投诉他这本 投诉他 投诉他 你不可以投诉 因为他没有人 他没有上头管他 原来 就是你不可以投诉 消费者委员会 你没有地方去投诉 你不可以 就是我不可以投诉 选择如刊 你可以投诉选择如刊 因为是他自己的刊物 但是消费者委员会 率做的事情 譬如我们香港人 觉得消费者委员会 绝对是不公道 绝对不是 站在消费者立场做事 我想投诉他 是没有地方投诉 是投诉无路 他又不受那个 不用的 那个 政府有机构 那个什么专员 那个申诉专员 申诉专员 那他是公营机构来的 他不是 他不是政府机构来的 所以你不可以投诉他 但是他花纳税人钱的 还有一件事 你不可以告他 不是的 那他花纳税人钱 不是公营机构来的吗 他当然不属于 那是什么 又花纳税人钱 又不用带锅 这么好的 而且他是有法律上保护他 你不可以告他的 即是他写什么都可以 你是没办法告他 你在法庭上 你是告他不入 他是受保护的 香港人知不知道这个事实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最近才知道 原来一个香港人有这样的机构 这个香港人有这样的机构 哪个人是拨款的呢 他起码有一个局长要认头的 没有的 独立旺角来的 自己独立旺角来的 那就要对一下他 要 不要对的 你不知道 那你跟他说 批评一下他 等香港人自己认识一下 我们香港人有这样的 看到一些局长问 究竟消委会哪个看的 没有的 独立的 独立的 那这个人去哪里请你 不单于独立 你在香港的所谓法治社会之后 你是不可以告他的 我不用说法治的 你不可以告他的 即是胡说都可以的 他写什么都可以 总之你不可以告他 他怎样诽谤你都可以 你是不可以告他 不过他都很精 你记得他都 他写得很好的 你看香港很多周刊 很多律师背后 已经教他怎样写的 如果你言证来到去 执他写的那些东西 其实他真的 你讲不出问题 他不入的 因为他写得很清晰的 我们科学医学界普遍认为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 虽然他们的医学界 不是代表他们认识的洗脏 这个事实他没有说出来 对不对 他证明那些人 很有趣 访问那间机构 那个自然疗法 那个注册综合学会的时候 那个人什么人他都没有说 因为据我所知 那个人是没有东西说的 只是叫他 你应该访问袁大明 如果你要需要科学资料 袁大明一定给得到你 但他偏偏就没有访问 即是袁医生你 没错 不过我认为这个消费者委员会 还有很多利用价值 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对他的印象好像都不差 因为他经常都告诉你 哪些不要买 哪些是假的 哪些是真的 很多人都太受的影响 很受的影响 所以你会发觉 那么多钱撥款 在必要时就可以利用 来做一些 他们背后有个议程 去达到一些某些目的 而大家都不察觉到 还有这篇文章是很有趣的 他有一个小标题 他说 国际满场机构 是属于民间的组织 他很强调 属于民间的组织 这是一个注册自然学会 大中华医学会回复 指IACT 是美国提供满场服务的私人机构 是为了提高热内的自我监管 和技术水平的民间组织 并非政府认可的专业组织 任何人士接受该会 认证的洗厂学校 或者洗厂水疗导师的 100小时的洗厂训练 提供证明和初级的考试合格 就可以成为该会的基本治疗师 所以民间有这样的团体 但是他就说这个团体 是一个私人的机构 言下之意 好像私人的机构是不值得 不值得信任 香港医学会都是私人机构 香港医学会都是私人机构 香港很多很多私人机构 好像我们最近 我们看过学卷制的问题 我们局长认为 这些牟利的私人机构 就是牟利的学校 是不值得我们的资助的 其实我们香港政府 很多招标的 那些被人做的生意 叫做建楼、建屋 打官司 打官司 那些是私人机构 那些是牟利的机构 为什么人家扮学的牟利机构 就不可以接受政府的钱呢 而政府不断地 把这些钱给私人牟利机构 做要做的事 有什么大分别 我真的很矛盾 很矛盾 已经有很多人不说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 他说小童老弱人士危险性较高 他就说 他说如果 十分仔 不应该随便使用 另外十分仔老人家 进行洗腸危险性较高 可能出现 体内电解质失痕 后者可能会 督穿直腸危险 应该尽量避免 很多香港人不知道 起码碗腸来说 督穿的腸 我暂时都未真正正正 报道中听过 但是你知道 很多审人仔 是用江门探 那个探疫针 是会有很多这些案件 督穿了腸 通常很有趣的 在督穿这些腸 譬如你探疫针 督穿了小孩的江门腸 一半的审人仔会因此而死亡 那说起来说 我相信 你拿了探疫针 去干探的探疫针 是远远 比做这个洗腸 因为它是玻璃和水银 无关事 总之你督穿那条腸 它就有问题了 其实 过去在医学上 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记录 就是因为我们用干探针 当了审人仔去干探 督穿小孩的腸 是导致他一半是死亡的 有医生监护之下 没错 你看一下 你说危险危险 从来没有任何证据 我们显示到 它证实了 整篇文章 是不断地用反射的手法 很可惜 很可惜 香港人 真名都不拿出来 你看一下 为什么香港这么多问题 香港真的要解决的问题 实在实在太多了 还有写这篇文章 他人是没有 看不到名字的 是吗 他谁是 谁是 外面的材质也有说 谁人写 他名字都不敢刊出来 OK 好了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都要暂告一段落 下星期 刘永乐医生 继续 跟我们继续 参考有关 怎样解决 香港医疗问题的困境 袁医生 你又出了一些功课 好的 可以到大家 大家听众想想想 可以随时打电话来 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我们的问题 第一步骤 到底香港的医疗问题 是什么问题 问题的定义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会继续探讨这方面 OK 再见 拜拜